大家好 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道野山椒炒黄豆芽 这个就是野山椒 它是小米椒下去腌制的 然后就是这个黄豆芽 胡萝卜丝 韭菜 鹿耳菌 蒜香油 我们把这个野山椒给它切成小段 把这个鹿耳菌给它用开水泡完15分钟 洗干净备用 然后把这个韭菜也切成小段备用 好 我们开始来操作 我们锅里面下水 把鹿耳菌先烫过 水烧开了以后 鹿耳菌烫了以后 我们把豆芽 把胡萝卜丝一起下去烫 捞起来 备用 好 锅里面给它下入野山椒 好一下 把这些烫过的料 把这些烫过的料拿下 好 我们下一点点盐巴就好 然后炒干 炒入味 炒干了以后 我们下入 韭菜 下入蒜香油 然后快速炒一下 好 我们这道野山椒炒黄豆芽 我们就给它炒好了 很漂亮 很辣 很香 哦